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達投顧 去領帶老師 感謝你每天準時的收看 好 那這個今天台北股是小跌了 但是也是 反正 最近要漲不容易了 其實你自己看看那個什麼AI 那個震盪都很大 那你真的能夠在裡面賺到錢 你也是也蠻厲害的 不過今天到處出現一個現象 美國股市昨天 資金全面大漲 這已經好幾天了 昨天最明顯的 全面大漲轉入生計股 那這個情況很奇怪 我們國內的 包括我從早看到完 也不知道你是老師的節目也好 或者那個財經台 東什麼 飛什麼的 你看他們沒有人在講生計股 這個可見 AI 套勞相當多人 而且大家捨不得 當老師的因為 講AI收到會員 像會員套住他也捨不得 投資人在裡面 衝來衝去 衝來衝去 我也不知道這樣 這樣你是不是覺得很好玩 那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經常會出現 違約交割 已經開始出現違約交割 那都不是很正常的現象 好投資朋友我們還是建議投資朋友我們 穩穩的做啦 譬如說今天美食也漲了四五趴了嘛 那全世界狂飆減肥 沒人說 奇怪了沒有人講 這個也蠻特殊的 蠻特殊的 好像 好像生計股不是 不是股票 特別我跟你講 生計股是很特殊的啦 他有時候是屬於政策概念 那現在全世界都在漲 那所以 生計股會不會變成是一種 接棒 AI 那種 那種小新年今年 AI的關係 這種沾邊的AI 多的是 什麼協議機啊 什麼 看不到 動不動就跌停板 那 但是生計股啊 輪到生計股 生計股小型的 生計股也動得很兇 從美國 歐洲 歐洲丹麥嘛 最主要是那個 諾和諾德嘛 N NVO 諾和諾德 再加上美國的 里萊 還有很多 全面都生計股都大漲 包括什麼安靜 我昨天跟大家講安靜 他的權重在爆窮 已經 超過了這個蘋果 代表叫 AG MN 那 就長成這樣子 也沒有人講 而且他們股價是創歷史新高的 沒人講 好像 好像沒有AI就不行了 但是我今天也跟大家講 AI的電子要轉入AI生計 那我舉證給你看 准不准我不知道 我在這邊還是要感謝大家給我按讚跟分享 我也順便跟大家提到 如果在因為我的節目我說過 是為我會員去講解的 包括我們有訊息給我們的會員 那同樣如果你看了我們節目的時候 你自己去買的話 你自己嚴守你的停損停利點 這種東西 沒有 沒有百分的 沒有百分的 沒有百分之百 我如果有百分我就做法 我當皇帝了 我不用再跟你當老師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盡心盡力 我把我看到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有時候股票要整理一下 這個還沒漲上來一起截竿 因為就好像 就好像那個郭敏奇講的 全世界只有台灣的AI在創新高 你玩不玩嗎 是不是 AI的熱潮還沒有退 別的股票怎麼漲上來 集中 資金全部集中在那邊 這個 這個就是 都不是有人 有人套牢 第二天久解套 有人當衝 衝不掉 隔天搞不好解套了 或者繼續凹在裡面 全部資金都在那邊 這個部分的話每天 就單單AI那十幾檔股票 每天佔大盤成交量就46% 到50了 你看看什麼股票會漲 人多的不要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我想這是嘗試 這是嘗試 好到這邊給我一個讚跟分享 你自己如果看我們節目有買的相關的股票 我們介紹股票的話 那你要收你的停損停利點 就這樣子啦 那 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那加入我的LINE 掃描一下 有什麼問題可以用LINE來 來這個 用LINE 來跟我們 溝通啦 我們也是 希望投資朋友 你持續跟我們保持聯絡溝通的話 對大家都有幫助啦 對大家都有幫助啦 好 那你有什麼 問題要去填寫這資料 填表 記得要把它送出去 好 台股新攻略 帶你掌握全世界 每天從道琼講起 好 事實上這個 其實我們強調 巴菲特的指標已經過熱了 我們前幾天也跟大家講那個 這個叫什麼 黑天鵝指數啦 恐懼貪婪指數現在在 在這個貪婪的範圍裡面 股市 股市你說會不會 會不會跌 可是 你注意看喔 我們這裡有兩條移動平均線 這是20日 20日就是月線 那這是60日 就是季線 那 道琼去全面大漲生計股 我待會就知道了 大漲生計股 包括嬌生也是 或者開拓重工 那一類的 那蘋果實際上表現不好 全眾 被那個 安靜 等下我們去看那一檔生計股 好 那 道琼運輸 運輸沒有什麼跌到 他還是留下影線 昨天 昨天很特殊 你可能不知道那個 整個市場上昨天就是 這個 目的 降頻了這個 地區銀行 區域銀行的這個 這個 平等 可能預告又有好幾家要破產 破產就破產 現在對這種事情 沒什麼感覺了 那 這個當然就是利空 另外就大家在等待 這個 這個 灰打 就等待灰打 那灰打公佈之後 一度曾經跌3% 公佈的AI那個 那個超級晶片 股價一度跌了2.8% 他就突然就這樣 蹦掉下去 那把那個背貌那時候跌了2.8% 那尾盤為什麼 在指數慢慢回吻 兩個 蘋果翻紅 蘋果跌了好幾天了 蘋果翻紅 第二個呢 原油銅 原油啊 布蘭特 原油跟紐約原油從跌超過2%到漲1% 突然我跟你講原油漲上來 對科技股不會是好事 現在美國指標利率就10年公債收益率了還在4%以上這個都不利於科技股 但是呢你看看 道琴 還在季線之上 有沒有 道琴運輸 應該說月線 這兩條一個月線一個季線 道琴運輸也在月線以上 但是呢 納斯達克跌破月線了 短線頭部有一點 昨天 他原來是重挫 後來拉上來 變成小跌 0.7% 不到1% 那這個缺口也回補了 不過明顯他跌破了月線 總有個比較法嘛 看嘛 道琴在守月線 道琴運輸守月線 最重要是航運股 這沒有優優啦 昨天小幅拉回啦 他也都拉下影線 納斯達克 也是拉下影線沒錯 可是他是跌破月線 準備要探季線 而且他回補的這個缺口 然後繼續看下去 好 那標普呢 跌破月線 因為他裡面有 蘋果是第一權重股 蘋果在 在那個 道琴裡面啊 排到第六第七了 股價一直跌 股價跌啊 他市值就縮小了 那在以加我們台灣也是 你在加權 加權這種是以市值 你市值多大 你才能夠 有這個權重 那這個 蘋果 在這個標普裡面 還算是排名前一兩名的 但在道琴就變成六名第七名了 好 那 這條線叫台股萬六 這條線呢 我們用標普 我當初跟你講說我們在這邊也是看空啊 突破就要翻多了 那你說 這個9月底之前啊 你看我節目都知道我講過 都我講過 那 是不是會 5月到9月是往下 就變成空頭怪性 所以9月底的話標普要跌破這裡 所以這裡是 多空怪性 我認為來探促這附近 接下來 因為最近 全世界也不好 那背伴呢 背伴也是跌破 也還沒跌破季線 可是 台積電破季線 連續 4天沒有 沒有辦法沾上季線 那個 蘋果也跌破季線 好 那全世界在這個 只能一個重要消息 本來減肥藥 今年包括馬斯克 馬斯克 我們之前有那個贏家大亨有跟大家提到 馬斯克 減肥成功 就是這個叫 減肥神增 其實這已經讓全世界帶了一個 一股很大的風潮了 全世界 美國 好像有六七成人是肥胖過度 馬斯克挺個大肚子 應該是啤酒肚吧 被他 他老背 罵他 你這樣全世界守護 你跟他挺起來鬥的算什麼 讓人家覺得說 你也不是年紀很大 有點滿腦肥腸那種感覺 他背伴他 他爸唸 他就去減肥 打那個 用那個這種 減肥藥 減肥增 叫做神增 神增 增 增 那那當時候 馬斯克跟好勞有的電影 這個明星有沒有 減肥都很成功 造成一股風潮 結果來了 那美國人就美國一些相關大學 聽說 你減肥要問過度的話 搞不好拉肚子 會不會有什麼副作用 然後FDA美國的 食品藥物管理局就好像我們衛福部一樣 就開始調查 調查就去研究他的內容 結果還沒出來說 歐洲也是這樣 大家都在用這個減肥藥 因為那個減肥藥 他裡面用到的藥裡面跟那個 糖尿病的藥 有些部分雷同 所以他搶了一些糖尿病的藥 所以藥是很缺的 我要告訴你 現在全世界的原料藥 什麼藥都很缺 你不要以為我亂講 你網路上查 我講的話查一下就知道了 他搶了一些高 糖尿病的那些 因為他們原料差不多 糖尿病用藥少了怎麼辦 歐洲就很緊張了 會不會有副作用 你要拿了治療糖尿病的副作用 歐洲也調查 這個調查之後就一定要研究 我調查就看你那個內容 到底會不會對身體 結果發生一件事 他說不只沒有副作用 他反而可以降低 心血管的風險 昨天整個華爾街 瘋狂做多 相關概念股 減肥藥 大同小益 但是他居然被研究出來 本來你說 這可能有副作用 結果因為大家提出來 就 相關單位 美國 歐盟就開始 嚴重 大家吃的 減肥藥 結果 結果 不但沒有副作用 還有什麼 還能夠 發現還能夠降低 心血管風險 投資朋友你追這幾個字 就知道說未來 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因為肥胖人口很多 很多 那種 慢性病都跟肥胖有關係 包括糖尿病這一些 understand 知道我的意思嗎 好 就這樣 我們都說 空口說白話 記得你把減肥藥 跟心血管這樣 用Google一下 就知道我講什麼 是沒有人講 沒有人講 你現在知道你就是利多 大家都在講AI 整個 老師或者那個盤中 那個什麼 什麼財經台有沒有 都在講AI 記也講 記的路 老師都可以不會DJ 對不對 還是要先跑一趟 對不對 記憲有沒有撐 有沒有全部在講那個 老師他被解禁了 今天漲上來 就趕快把那個 那基本面打上去 看來 這里來 他的股價昨天用跳的嘛 一度漲20幾趴 一度啊 可是他因為 通過歷史新高一定會有賣壓 最後漲了大概15趴 好 他為什麼能夠漲 第一個財報預期很好 超預期的好 那減肥呢 這個減肥藥 這打到這邊 減肥藥可降低心血管 這個叫里來 預期的好 沒有打了這個 兩個多字 都自己 我打的是倉截啦 這是我自己打的啦 做的 PPT 沒關係 知道就好了 財報超預期的好 股價創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我們來看一看 諾和諾德 這是 這很有名啦 這是丹麥的藥廠 代號在美國 掛牌叫NVO NVO 諾和諾德 這裡都有 都有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 叫諾和諾德 股價也是創歷史新高 漲了20幾趴 後來漲了快是20趴 減肥藥再鮮熱潮 你一定要記得 你不要一個減肥藥 真的生技股會大腸 他連動的範圍可廣的咧 因為 需要減肥的人太多了 連動範圍很廣啊 整個美國生技股整個都翻上來了 我剛才說過 瘋狂做多相關概念股 台灣呢 你有沒有知道今天最強的 就是我說的美食 台灣今天生技股最強哪一檔比美食強 雖然漲4% 台股加錢值外 而且大家還在 模樣模樣 我跟你講 AI那些 很多人在進更出 因為他們成交量佔大盤 就那10幾檔佔大盤的大概45%到50% 怎麼會有資金抽出來 現在聰明的資金 要慢慢去跑到這些 你還沒有看到 也沒有人講 我好你敢知道 沒人你說這個 我們慢慢地疼 但當時起一大檔有人會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得我講過說 台積電下長榮上 我想大家都很熟 我也講過說AI下 生技上 你看越來越覺得越有意思 好 這個不是開玩笑 本來你還擔心哪有副作用 現在研究結果居然說不只沒有副作用還可以防心血管疾病 哇這個 我之前我們的這個贏家大漢神提過 提過美食 好 那都動了 然後呢 連這個叫什麼 大麻 的概念鬼動 因為當然這個跟他本身 併購大概六到八家那個飲料廠 其實大麻是很受爭議的 我們不是就跟你講這是我台灣是禁藥不是說概念而已啊 我是把這個內容給你看 但是因為有人說可以作為 大麻二分體可以作為運動的興奮劑啦 但是也不會傷身體啊 所以這家公司一直有那種 把那個以前都還聽說過那個 早幾年現在沒有可口可樂的時候 他就要出一種運動飲料 裡面放一點大麻二分體 那我是不知道了 我是跟你講過連大麻的概念鬼都飆 當天飆了36% 像這一類都比較屬於偏向生技的 生技的啦 或者農業生技的 那當然他跟併購 不過昨天的美國的這個 大麻的ETF也是大漲也是飆漲也是飆漲 所以可見他是整個族群在漲 所以美國的生技股啊被 這個減肥藥供上來 大家搶過之後整個生技股都飆上來 整個生技股都飆上來 尤其大生股安靜 AMGN 他現在在盜窮因為你看他連漲 這跟權重的權重跟那個你一直漲越多的話 就好像馬斯科的這個特斯拉一直漲 就變成全世界首富了 他市值就越大 好 那安靜生技他 道琼最強的股票昨天 所以那漲道琼 這個就是 然後你看 連標稅他的權重居然超過了蘋果 好吧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蘋果 蘋果是這個樣子你要比較嗎 他是這個樣子 他是這個樣子 這也是大股票 他權重在道琼就超過蘋果啦 他是做生技他有一點像保瑞啦 也有一點像 陳德啦 保瑞也是不斷的在併購 他做的也是新藥 對不對也是做 做保健食品 所以明天 明天保瑞能不能供上千元 很重要 整個生技股就動了 你每天都要 尾創 穿不住 尾約交割 哎呀 可憐啦 同志人總是 想不開 再看一次 他是這個樣子 他的權重在道琼都超過蘋果了 蘋果是這個樣子 稍微指示一下而已 也因為他翻紅 小漲都跌5%10% 跌的都快10幾%了 都快10%了 然後蘋果呢 月線這季線 月線季線都破了 台積電季線也一直破 一直沒有站上來 那再看一次 再看一遍 這是這樣 這是生技 所以是不是 是不是有那個 蘋果下 生技股上的 味道出來 有啦 有啦 我講過嘛 我講過嘛 現在就等於 其實微軟也不好啦 微軟咕叫 我覺得微軟 微軟股價不好 因為微軟太老實了 蘋果也很老實 蘋果不太常講AI 他說我們已經有了 早就有了 一筆帶過而已 在那個什麼 把所謂的電話會議當中 Meta 哇 講的 比誰 講說我們AI 講的越多 股價越強 但是誠實的蘋果 沒有就沒有 全世界它就綜號指標 然後微軟也很誠實 他說他們的AI有沒有 說實話的微軟 股價就不怎麼樣 你看谷歌都還在這個位置 Meta也都在這個位置 他們財報公佈的時候 阿華信也都漲上來 這只有 只有他 財報公佈一路下跌下來 雖然有一點 這有點短頭部出現 一兩個月的低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營收 我們營收還沒年 明年的下半年 你講老實話幹什麼 但是不對 講老實話的營養 重挫 昨天 不能講老實話 尤其我們國內的 能夠沾邊都 能夠想辦法沾邊 都那個還跟你講老實話 對吧 好回答 回答也還好 不過回答昨天的超級金面 沒有帶動股價 所以這裡 盤不上跌啦 他只是在這邊震盪 在這邊震盪 這邊做一個震盪 但是頭部也有一點樣子出來了 看今天晚上如果 我們都幫幫他忙啊 對不對 我們不是都幫他忙了 結果他不是 他是回答 大家在問我們今天有大標題講說 AI電子轉入AI生技 你看看 這是我們之前講過大家都知道嗎 回答 有沒有 公佈今天這回答不怎麼樣 但突然間 大家搶進了 這個回答 這個參與的 投資的 AI生技 你看看股價 開始觸底了 我覺得很有機會 所以我用AI電子會轉入AI生技 我也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講 AI 你要讓全世界能夠認同 AI現在是在燒錢 今年啊 我想就不要再重複了 微軟都是 財源財很多了 保持那個 降低成本 可是他們還一直在撒錢 在做AI 生成式AI 問題就來了 他一直在撒錢做生成式AI 那你如果看到收穫要明年 搞不好更久 你看那個 多荒謬 你看那個 偽創 既營收還衰退 反正大家喜歡這樣算就這樣算了 沒辦法 說你也不一定會聽 還是怪老師 說我都不會 你不要去 讀到最高點 就好了 不會去 標給你看 時間會證明一切 我再講一遍 現在45%到50%的資金 全部在十幾檔的股票當中 有沒有 這絕對你聰明一點就 就知道那不對勁 有熱度 我那天就跟你講了 大目標 要看回答 所以 昨天的 今天8月9號 是前一個交易 有熱度沒收入 還命到很大壓力 因為你收入少 你知道一節日子才圓了 你又要丟錢 那甚至是AI比較容易 對不對 偽創 第二季的盡力還年減23% 不是說很晚嗎 第二季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今年最瘋狂的AI那一段 456月不最瘋狂 他的獲利還年減23 喔 老子朋友 親愛投資朋友 稍微想一下 人都這樣不要去 對不對 美食在起 剛開始動而已啊 是不是 同樣都是AI保衛啊 國劇場不是這樣在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要分手解釋給你聽 盤中這樣洗好玩嗎 好 今天 我們看喔 昨天大家買了他 因為他 因為他 因為投資人 跌的時候不會敢買 稍微漲上來就想要追了 當中都是這樣 當中都是這種玩法的 投資人 刷刷子就是這樣 他沒可能去 漲去買啦 他漲就開始緊張了 漲就怕賣不到 所以昨天可能沒有賣掉 因為他還是收 K線收黑 K線收黑的 那今天第一件事啊 搞上幾點 因為他公佈啊 我就跟他說公佈他 年減23 這樣感好 對不對 這個 放隔夜昌的 一開始看到低點 不行啊 年減 砸到 砸到看他漲起來 看他拉上來啊 廣達那些都慢慢漲上來了 心又癢癢了 不然再來當聰一個 要幫他補修一下 我要報仇 報仇 然後呢 你看他財經節目盤聰講一些什麼 第一個 有沒有 財經節目講什麼 AI加持啊 那9月出口 有機會轉正 因為我們關股在買他 是這樣嗎 我們的出口是 我們出口最大的 的地方是中國大陸 占43% 中國的景氣很差 批要不要大陸下降 因為就拼AI加持 AI加持的話呢 他為什麼盡力年減23 他就這個 就因為他一直要 盤中的拉上來給他找理由 做當沖隔日沖 有沒有好 那據我老師說的 關股昨天買了偽創啊 偽創一天都二三十萬張 關股買四五千張而已 那也拿出來說 喔 所以你可能買到這裡 你這裡不敢買啦 看有沒有錢 怕我這裡 股票連動 廣達在叮噹 光寶科在叮噹 對不對 或者你原來還買的套到那邊 加碼攤瓶 有沒有 還有人跟你講說 匯達推出新民匯達股價就不怎樣 是跌的嗎 不用管他 匯達有提到 近冷室 的這個散熱 匯達講了什麼 匯達中錯也沒關係 我們就是會漲 然後更有趣的說 不用怕 這個今天台北股市不會怎麼樣啦 AI會大漲為什麼 因為韓國股市今天 韓國股市收盤漲1.2% 你回去剛剛韓國股市 我今天沒有印 韓國股市位置在台北股市一萬六千點以下 我們講的是位階 他是跌很深的上來的 好啦 那就只要這樣 買了 砍掉 追 收盤當中再砍 收在最低附近 你不知道很高興嗎 很厲害 我們很厲害 這裡買 這裡賣 這裡再買 這裡再賺 這裡再放空 這裡再買 你很厲害 一天做三四十 量很大 很好做 輸死你 我講的是天方夜譚 你這不可能這樣 好 這禮拜開始有要納入什麼 MACYAI國 技嘉什麼的 齊鴻 做個參考 做個參考 這支股票是華府 MACY當初納入之前漲了好幾倍 從納入之後這個樣子 做參考啦 做參考 這支股票也是 飛鴻 納入之前這樣 納入之後這樣 納入之前這樣 納入之後這樣 有一個政治人物 叫卸隆界 他講啊 我沒有說 納入之後什麼技嘉 這不關我的事 只是說 如果有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要 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政治人物 卸隆界 說 有用看用 沒有用 你就自己想 有樣學樣 想不到的話就自己想 有用看用 沒有用你就自己想 你知道嗎 我只能跟你講說 這個是今年 今年以來 這也是今年的事喔 納入的MSCI 這個納入之前這樣子 納入之後這樣子 納入之前這樣子 納入之後這樣子 你自己做參考 我也沒有什麼意思啦 因為那有好幾堂就是 很熱門啊 我昨天 很熱門AI 我昨天跟你講這個 今天他是跌的喔 一度成股王 最近也是股王 很可悲啦 看誰跌的比較重 變股王 科技股這樣是不對的 5274我拿給大家看 5274 他是跌一大段的 然後彈上了變股王 他不是創新高變股王 他跌一大段 3008 有沒有也是這樣子 昨天3661 稍微轉強 今天拉回 這股王啊 如果是 看誰跌的比較少的 這種股王 也沒什麼好 股王爭霸 來自於 誰跌的少 好啦這個我們昨天講過了 詩欽KY 跟寶瑞做比較 我昨天講得很清楚了 比較毛利啦 今年預估啦 什麼的 那因為他昨天當股王了 所以大家說明年賺60塊 這東西都這樣 都別人說的啦 阿姨咱咱咱明年賺100塊 其實他賺 今年已經上半年賺一兩個股本了 而且他真的很有前瞻性 那沒關係啦 我們覺得 股市就要他就是一個資金的集散地 那大家集中在AI 那當然美食就震盪之類 不過今天美食 好戲來囉 我再講底下我們這個全球瘋狂減肥藥 他牽涉到 原料藥 也大少 大家 你覺得有效就有多少 全肥全球肥胖人當然美國就七成左右的人肥胖 那個傷機會有多大 美食明天搞不好 就送你一支喔 因為沒人講嘛 那我剛才跟大家講 那個 RSRS的那個AI智能有沒有 就 灰打也跌下來 資金開始轉入AI智能 因為生技會帶動他嘛 全人的隊友有幫助的 對 AI現在目前對人 也最有幫助的 不是那邊查論文什麼的 大家都不用吃頭肉 民間求 要什麼論文拿出來 曹操姐的好了 AI爸爸曹操姐的 他可能造謠什麼的 對 好 我覺得反專點就要明天啦 因為RSXX也都大漲 虛負呢 全台台商唯一 大麻概念股 唯一啦 唯一啦 我剛才跟大麻概念股 昨天在美國股市狂飆 做做勘考啦 我說我漲的東西都是有憑有據啦 有憑有據啦 你只能為了 做我講的嘛 老實說我爹地買的沒去 那你自己 你要為自己的事情負責嘛 你要嚴守你的停損停利點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我也不願意喔 哪個老師 是願意自己講的股票 帶會員港股票跌下來 沒有人願意的啦 雖然是天天漲跟神一樣 對 但是做不到就做不到 所以我說我的節目做給我會員看 我對我會員都 進到分析然後 該手停損 該加碼我們就加碼 這是我的做法 你真的看我們節目的話 你自己買的話呢 你自己就要 按照你的原則去做 好 那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也注意一下 當然 生技股蠻多的 其實我蠻看好成德那一些的 只是說我們也沒那麼多時間啦 台積電第四天站不上季線 他說你不是說台積電下 長榮上 台積電今天漲 長榮就 就整理啊 是沒有跌啦 我就整理了啦 好 那有人在問低軌道 我是 我還是認為非常看好 因為我們要專門 我說你看我那個贏家大安最近在講低軌道 那我舉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蘋果 發布財報之後 其實他都沒有注意到他內容 他股價 跌我大家都看到了 但蘋果有提到 他們對於未來的低軌道 非常看好 蘋果唯一啊 你知道蘋果 以前最早 幾十幾二十年前剛開始有那個觸控 三星給中國大陸華爾也都有了 蘋果沒有 他們都都都已經提前蘋果了 所以那個觸控 概念股不怎麼樣 當當一天有一天開始 蘋果說宣布開始他們有了觸控 全世界觸控股票就狂飄了 蘋果才是真正的消費電子的第一名 No.1 懂我意思嗎 他才能引動這個 現在元宇宙啊 那個那個Meta元宇宙必須靠蘋果將來對 這個頭顯示器怎麼弄 才有元宇宙 蘋果是才No.1 所以蘋果沒有大漲 你說 就說 這臉書啊 微軟那個AI能夠漲到哪裡 我有一點存疑啊 蘋果不是不會吃虧的 沒有把握他不會推的 他臉我昨天跟他那個 台積電三奈米的良率不好 他要給你拿回來 不算我的 你送給我我認為不能用就還是還你 台積電會因為這樣 會蒙受多少損失 我是不知道啦 但畢竟這是利 沒有看過這是利多的嘛 對蘋果是利多 對台積電怎麼會是利多 那因為蘋果 大家沒有注意他所 他電話會所提到 他 專心在他 因為他 他裡面要用到AI等等 甚至Apple Card什麼的 他們專注在 低軌道衛星這一塊 蘋果在全世界唯一合作的一家廠商叫做他 叫做全球星 唯一 就是低軌道的工作 你看最近底部完成慢慢供上來了 所以大家在問低軌道 我認為我看好 還是看好的 好 那就是時間的關係 不能講太多了 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很多 就是 你終究要參加我的 為什麼不現在就參加 我們還是那一句話 同志朋友我們不管做什麼 都有我們的 拿給大家看的證據 我通常講台股新攻略帶你掌握全世界 你能夠認同 也就是股票沒有馬上漲 但是我說實在我不會去害你 我不會為了做生意而不擇手段 我不會叫你忙 追高那些有的小的那個AI 你看協議機現在 動不動就跌停板 我們不做那種事情 有沒有賣掉什麼的 那個 同志老師也沒辦法在節目上跟你講 所以只好關留言了 我認為同志朋友我們把心胸打開 你要嚴守你的停損停利點 那我按照我的模式分析給我的會員聽 跟會員看 我看好的東西 大家都很清楚 也許有比較慢一點 對吧 但是我還是看好 我就是不要 我就是不要讓你在山頂上玩 這樣懂我意思嗎 巴菲特說現在的美股 幾乎是在玩火了 你要留意一下 好不好 你終究要參加我的 為何不現在就參加 不要小看海運股 我還是認為 長榮去填息的機會大 還有呢 生技股啊 按照 歷史上的經驗跟你自己的經驗 你看到一旦他飆上來的話 他絕對是飆的非常非常凶了 然後我拿全世界那個創新高 都是重量級的創新高給你看 表示說我沒有亂講 你終究要參加我的 為何不現在就參加 台股新工業 祝福你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所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正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觀眾朋友請勿看節目跟單操作 因獨立判斷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勿看 請勿看 請勿看